全油管最快新闻,马东梅被任命为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取代赵文侃的职务。 马东梅此前是北京市平谷区马方镇党委书记和物流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 此次人事变动经过北京市平谷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已向相关方备案。 此举将对平谷区的治理和发展产生影响。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